据洛杉矶时报6月30日的报道 洛杉矶县大都会交通管理局 现在通过微型车Metro Macro项目 在洛杉矶地区提供按需拼车服务 每次收费仅为1美元 微型车与Uber和Lift等其他按需服务类似 允许参与者在有用车需求时 或提前在手机上安排 乘客最多可以与10个人共用一辆车 所有乘客和司机都必须戴上口罩 而且只能在特定时间内预定往返特定区域的车 即出发地点和目的地必须在同一个地理区域内 但乘客不能搭微型车去洛杉矶国际机场 整个行程只需要1美元 参与者可用借记卡、信用卡或TAP账户支付 不接受现金支付 前两次搭车免费 乘客最多可以提前7天预约 如果按需订车 乘客可能需要等待10到15分钟 乘客可以在微型车上放自行车 乘坐轮椅的乘客也可以利用该服务 微型车只允许服务权进入车内 有意使用微型车服务的乘客 可以下载iOS或Android应用程序 没有智能手机的乘客可以在 book.metro-macro.net网站上在线预订 乘客也可以通过电话 323-466-3876进行预订 该应用目前有英语和西班牙语 两种语言版本 电话线路有8种语言版本 包括英语、亚美尼亚语、汉语、韩语、日语、俄语、西班牙语和越南语 第1个。metro-语言版本